Yahoo 怎么样 如果不能成绩吧 他感觉不错 如释重负大声一声欢呼 表情带着笑意 郑建慧韩国瑜走心做自己 对手却极力让他一身心 这个竞争对手修理一下看 又不能发皮 只好深呼吸 好像我是焦点嘛 今天因为时间也比较短嘛 一次才五分钟 反正19号还有一场电视辩论嘛 那时候可以讲的也比较深入一点 雨璧照了镜满脸墨水 虽然不以为意 但针对19号辩论会对抗强度再升级 韩国瑜孰可忍孰不可忍 没打算再客气使出秘密武器 潜心两个多月暗地训练 韩国瑜团队以女儿寒冰作为联系核心 结合包括张善政 陈雄文 陈一鸣等医疗交通观光各领域巨拨 长时间针对民情反应研究限策 此外每个专家下下 另有像是医师工会等事库团进行政策辩证 这些经由会诊后 统一向韩国瑜进行双向互通交流 此外 针对年轻网路族群 韩小编 王玉涵等人 也同步大量会诊网路反馈 与其说闭关三天更像是十年没见 最后的出窍瞬间 高雄市整个建设发展是经纬万端 它有那么多的问题 我不可能涵盖到每一个 但是我要强调 最重要我要抓住财政 我要考量高雄市将来 到底还能借多少钱 还有多少钱可以做多少事 如同打拳击面对抹黑 韩国瑜保持耐心 先等对手起立放进 暴风雨后将是全力反击 接下来我们上张雨萱高雄报道 感谢观看